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桑老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R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利亚德大师赛 2023年的比赛 星辰对战Spirit 胜者组首轮比赛 淘汰赛的比赛 那么这个是BO3第一场 来看一下Spirit一手抢了火猫 一上来一手抢火猫 这个做法还是比较少见的 他们搬掉了精灵蓝猫 然后直接抢火猫 把问题丢给星辰 看看星辰准备用谁来打 星辰那边一上来还是先选择了卡卡 选择了卡卡以后 那么看看这场比赛 LINE选择的卡卡发挥怎么样 第二手星辰 一般他们第一手选完卡卡以后 第二手还是习惯性的会去选择 拿一个酱油味 习惯性的拿一个 他拿了三号位 拿了三号位 XXS的羽毛蜘蛛 比较强调一个兑现 仍然比较强调一个兑现 这样的话卡卡加上羽毛蜘蛛的二人兑现 在劣势路 现在卡师傅来到了 啊不是 抱歉说错了 现在LINE来到了星辰以后啊 LINE来到了星辰以后 因为LINE他不是一个特别吃 吃荆棘的四号位 不是一个特别吃荆棘的四 所以星辰现在的这个三合打的就会非常的舒服 大叔现在独龙强吗 现在独龙不抢 不抢 哈斯卡打爆火猫完事 哈斯卡这个英雄要选的话 放在最后一手 坑对方一个班位比较合理 华州Spirit会用蝙蝠骑士吗 Spirit的蝙蝠骑士没有人用 确实没有人用 作妙基本上是不打中男编住骑士的 然后三号位叉扎S也不打编住骑士 四号位卡师傅也不用编住骑士 所以这个英雄等于他们队伍里面其实是没人选的 一定要选的话 大概率应该是交给皮球用的 最近经常看到独龙出A不知道为什么 大叔知道原因吗 独龙A仗很厉害啊 因为独龙确实应该处A 现在这个版本独龙的一仗很厉害 第二手拿了个AA是什么战术啊 这个战术没见过呀 AA这个英雄 AA这个英雄搭配现在Spirit的这个火猫不厉害啊 这么早就已经开始为了去防对方的神灵女士做准备了嘛 应该不至于吧 理论上来说应该不至于 第三手还是选择搬掉美毒莎 因为下一手啊 就是作为先搬先选的一方 如果你自己没有搬美毒莎的话 那么你也没有选美毒莎 你一定一定一定要在第三手的时候 三四五手也就是第二轮搬人的时候 你要把美毒莎搬了 要不然的话对方在第五手搬个敌法师 然后呢直接第三手掏一个美毒莎出来会很难受啊 真的是很难受 他说十年前AA打中的 我知道呀 十年前AA打中啊 我这个这个我是知道的 这是第几场的大叔 这个是星辰对战Spirit的第一场 这个AA我个人感觉啊 我个人感觉就如果Spirit拿这个AA是为了防哈斯卡 那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星辰他们的打法节奏风格并不适合去用哈斯卡这个英雄 从后续的班人来看的话 星辰搬了马尔斯和小纳加 搬马尔斯和小纳加 这是一个要拿远程C的架势 莫奈的远敏C应该就是火枪和小黑 这两个英雄里边以小黑为主要的选择 火枪不作为一个主要选择 在第五手搬掉的是虚空两面防了一个对方用虚空 因为小纳加也多少有点磕虚空 但是虚空并不是很怕对方的马尔斯其实 一号位TA的概率不是特别高 莫奈现在并不是很喜欢去打一号位的TA 对于星辰来说 他们更习惯于去用那种就是拖后期更强的C位 如果一个相同位置 比如都是远敏 远程敏捷性C的话 那么在星辰这个队伍里边的话 他的优先级小黑一定是要高于TA的 这是队伍风格和队伍过往的BP英雄池使用习惯决定的 今天那边第五手搬掉的是一个黑弦 那这还确实是要奔着小黑去选了 他搬掉的这三个英雄都是磕小黑的 我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没有选择自己去拿小大家这个点 CK现在一号位可以吗 CK的一号位是可以的 我估计Spirit的这个阵容应该是要拿剑胜 先拿一个拉比克 先拿一手拉比克来观察一下对方想用什么英雄 我估计Spirit的这个阵容是要奔着拉比克拿 奔着剑胜拿 抱歉不是拉比克奔着剑胜拿剑胜或者是小鱼人 鞠躬他们自己已经搬掉了 剑胜小鱼人的概率高一点 然后他们在三号位的位置上崩溃放最后一手给他选 放最后一手选的话 这个茶队这边要需要搬掉的英雄大概率应该是要搬马格纳斯和 潮溪应该是要搬这两个英雄 然后崩溃有可能会去选择拿一个兽王之类的英雄出来 那说为什么这次比赛没人有鬼 有鬼现在不厉害 单纯不厉害 先给崩溃拿了兽王 先给崩溃拿兽王的话 剑胜可以选 或者是他们也可以选择第四手 先拿一个酱油出来 然后把剑胜留给对方去搬 如果他们选择把剑胜留给对方搬 也就意味着他们这个最后一手的英雄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坑人 因为他们拿了一个AA 5号位的AA配合一些比较坑人的1号位是能搞出来很多事情 拿了一个光法来给火猫去进行一个回篮操作 回篮捡CD可以让火猫的无影拳用的非常的爽 等不到其他的远程 小骷髅可能吗 星辰这个阵容选克林克兹的话 目前来看阵容不太大 单一是中单炮台 这个不可能 中单炮台这个版本在职业比赛里边 选中单炮台 基本上跟任输没有什么区别 他说什么英雄能飞越马尔斯的墙吗 大多数有Z轴高度移动的英雄都可以都可以移动都可以出去 当比赛拿出了TA TA这个英雄应该是交给苏梅奥去打中的 现在两边都是差一个1号位 星辰肯定是要搬剑胜的 芮瑞的选择是搬掉了一个帕克 他们应该是在他们的这个统计里面认为对方拿TA去打1号位的概率高一些 感谢大佬的30新台币 谢谢老板 大叔大叔自从买了The Fat Rat的这个音乐包 每次玩游戏我都想睡觉 太可怕了 自己玩游戏建议不要跟主播用同样的音乐包 尤其是我这种主播 因为你听见这个声音 你就会想睡觉 它会形成一个比较标准条件反射 这个LINE是5号位 不是 这个LINE是卡师傅的4号位 然后拉比克是5号位 敌法师呢 敌法师这场比赛对于两边来说都不是特别的合适 都不太好用 最后一手Spirit搬掉了雪魔 雪魔这个英雄被搬掉了的话 Spirit现有的4个英雄其实都不怕雪魔 相反他们自己倒是挺适合拿一个雪魔的 因为对方有个TA 还有一个羽毛蜘蛛 雪魔打这两个英雄的效果都不错 你说雪碧会不会拿个小黑 雪碧这个阵容拿一个小黑 可以 兽王加小黑加上一个光法 那星辰这个阵容的话是可以的 当然有些人肯定会说那TA的这个折光怎么处理 TA的折光这个东西 火盾冰魂的2技能冰霜漩涡 再加上冰魂的大招 等等这些烂题八糟的技能 其实对于TA的这个破着光的能力上来说的话 星辰 Spirit并不是太差 他们要硬选小黑也不是不能选 但是我现在要是挺好奇的 他不拿剑圣吗这个阵容 剑圣打TA的话不算好打 确实不算好打 雅托洛最近的剑圣打的效果相当的不错 TB呢 TB搬了 TB Spirit在第四手就搬了 刚备兽 嗯 果然是有想法 我看着他这个阵容 感觉他就好像就要搞事情了 因为他在第四五手 第三四手拿出来兽王加光法 第二手拿出来了AA 这个阵容组合 其实在一号位的位置上 一般来说应该要搭一些 控制 骷髅王啊 什么CK啊等等 这种英雄会比较好 但是这些英雄现在太过于弱势了 所以我怀疑Spirit要去选择拿一个剑圣 但是他们又一直不选 想拿着这个剑圣去坑星辰的班位 然后星辰又没上当 我就不选 就不搬 他搬掉的是巨魔战将和小鱼 所以Spirit的最后一手拿了个钢背兽 但是这个钢背兽 我感觉这个钢背兽拿的很瞎呀 他们是有什么极其特殊的打法节奏吗 光法加钢背 这个光珠组合 倒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东西 真打克林克兹啊 我的天 虽然末代是个老的克林克兹玩家了 但是现在克林克兹这场比赛这个阵容 你控制太少了这个队伍 就俩点控 两个英雄点控 其他人没控制了 钢背兽 而且这样比赛这个钢背兽 选的我反正觉得是 就是非常差 非常差 因为TA真的可以做大引刀 而且很适合做大引刀 TA的大引刀破引一击 再加上引一击 两个机能叠在一起的话 就是不管你什么装备的钢背兽 基本上一刀上半血都没了 三分之一到半血就没了 但是星辰整体的这种好脆 他这个称容真的好脆 这个我感觉火猫 火猫有BKB以后冲进来 根本等不住啊 BKB火猫一进场 这后排拉比克加Lion 就两个人轻松松松的 就会被火猫直接切死 然后你跟对方的 其他的大哥 为户怼的话 又怼不过 对方刚没说打你克林克兹 这个事儿 他好像有点轻松啊 我只能说 这个打团真的是一冲就没了 无非这场比赛星辰 每次打团都是自己主动打先手 玉姆之珠这边 尽早出道羊刀 尽早出道羊刀 然后永远是星辰打先手 那这个还好 拉比克加上Lion两个 不管谁的先手控给上去 然后TA加克林克兹的爆发给上去 玉姆之珠的羊刀给上去 先让对方迅速减员一到两人 然后这个时候对方的一波反扑 大概率会杀掉星辰这边的双降游 然后再去拉扯着打 这个还行 但如果说 星辰不去主动进攻 一直是被动防守一方的话 他们这个阵容打不了 打不了反手 这个阵容打不了反手 因为没有救人的点 没有团控 没有救人的点 这个阵容肯定是打不了反手 对线7的话 刚备受大战绿母蜘蛛 中单TA打火猫 应该是还可以的 而且毕竟是苏妙的TA 还是非常让人放心 拉尔的火猫 对线7我估计星辰应该是占 比较大的优势 看这个战的优势能大到什么程度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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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卡卡进攻性应该有保障吧 有卡卡进攻性肯定是有保障的 但是这个阵容不是单纯说卡卡一个人的控制够的 他需要至少是三个人以上的联动才有可能形成一个比较 就是比较有保障的一个击杀 对面一开始几乎只有兽王这个大这个稳定空追着兽王打压制力可以很高 火猫的TC是很厉害的 追着兽王打大概率要被兽王直接反大 这个阵容的话 星辰在先手方面其实最好的选择是 杀对方的这个输出 杀对方的点输出 看星辰前期对线能不能打出来足够多的优质吧 随便要这边一上来加了一个隐秘 跟火猫换了一波血但是没换过 火猫这边加了一个火盾以后一直在追着烫烫满了这个火盾 一会儿无影圈想躲没躲开 莱恩过来跟A对A一波 卡师傅前期其实他是A不过这个A这个英雄的 A前期的对A跟这个莱恩相比的话 因为有吉安之处这个技能的一个加成 他跟莱恩对比其实他是占便宜的 而且A有一个优势是射程 他有675的攻击距离 他的攻击距离是全刀塔仅次于炸弹人的初始攻击距离 他比那个莉娜还要远 莉娜是670 A是675 还是仅次于炸弹人的存在 而且他的极寒之处这个技能还能够再给他增加一些攻击距离 哦要死要死 漂亮 这个莉娜哈卡的A我其实不是很理解他为什么一直不用这个三技能 他这个三技能可能是觉得伤害太低了 性价比不高所以一直不用 他一直不用啊 跟这个Lion队A的时候 确实一级的集完之处30点浩兰只有40点伤害这个性价比确实低了点 但是如果你不用这个技能的话 那你可以不加他呀 你可以不加他呀 他很长时间都是不用这个技能 好上路这边有机会可以杀吗 上外R差了一点点 科林格兹现在是11-3的一个正反部 中路这个TA被火猫打包了 火猫在游戏的初期靠着自己的这个火盾来消耗TA 这个事本身TA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他破不了这个火盾 但是呢 这场比赛主要的问题在于 苏妙第一波一上来就跟对方的火猫去进行换血的这个操作 不太划算 他直接越兵线过去给尹一击 然后对方直接开火盾来去跟他对着消耗 结果是被对手消耗掉的血量 比自己消耗掉对方的血量大概多了一倍多 导致后续的这个补给和血量一直是有劣势 中路是一个太容易被滚雪球的地方 下路的钢杯兽现在是一个无解肥 对方的兽王在上路发育的情况比较一般 不过中路拉尔的火猫有点顺啊 现在是二级的火盾 然后TA目前有二级的折光 TA的折光等级上来一点以后呢 会舒服一点这个兑线 TA不是他一级的技能点点的不好的问题 是他第一 他是他一级去跟火猫兑线的时候 他的这个选择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 或者说是拉尔的火猫一级在对这个 TA上引一击换血的这个操作上面 他的选择更加的优秀 羽姆之珠在下路现在已经有了19-3的一个正反模 XXS这行比赛虽然前期打不过对方的羽姆之珠啊 但是发育的情况不算太差 亚特洛这也吃了一个芒果再接着追 二塔是不敢进的 二塔是绝对不能进的 这个地方很聪明啊 亚特洛 算着自己的一个后背吸收伤害差不多了 选择是往前走了一下 利用兵线A自己来叠加的这个后背触发一个扫射 然后再主动放了一个扫射来去想要去击杀这个XXS 不过XXS很稳 撤的距离足够远打不着我 小骷髅怎么加点 小骷髅现在一般都是主加三 主加三然后负点二 一技能的话在六级之前不用考虑加 因为意不大 六级六级之后再考虑加这个一技能 收益会稍微高一些 我个人的加点习惯一般是主二 然后一三各一级有大点大 一般是这么加 当然这个仅限于我个人这么加 因为我反正我又不赢房子不赢地 是吧 我的加点方式偶尔参考也可以 这边举一下看看这波卡师傅 对方这边没有能够追上 漂亮先带走对方崩溃的一个兽王 而且卡师傅Lion这波是极限逃生没死的 精神上路的这一波进攻拿到了对手的人头之后 下路小一张继续保持相当不错的一个发育节奏 那现在来看的话是双方的大哥位 兽王被打爆 然后剩下的五个人齐头并进的一个状态 翻论大哥的经济 对方优势一点点来 这里给上一个羊接一个穿刺吗 骗了一下可以 卡师傅这波还是贼啊我跟你说 这就是岁数大你知道 没什么好现眼的 这是贼 他追着你 然后就不着急放这个穿刺 就假装我是这边穿刺接接的太贪了没接上 然后做一个抬手的动作 骗你传一个魂 骗你传一个魂 然后我就走 对 反正我刺到你我也杀不掉你 所以我就干脆就是骗 就硬骗 雅头龙 这个地方追雅头龙 别这么追 别这么追吧 我觉得 别这么追吧 我觉得 这么追 追不死的 这么追 追钢飞兽前期追不死的 而且钢飞兽先坐的是先封盾 这一波追完了以后 莱恩把自己的蓝量打空 血量被打掉了一半 其实挺亏的 前期真的 就是你看到对方这个钢飞兽 你没见过他用鼻涕的话 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钢飞甩鼻涕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前期尽量不要去跟他较劲 因为这种不甩鼻涕的钢飞 前期23对点出个先锋盾 如果他的血量比较高的话 你可能在前期来个三个人都未必能杀的了 脏路克恩克兹的经纪目前是全场第一位 这场比赛莫奈的发育相当的好 TA现在3300 然后玉米蜘蛛现在3200 中路的经纪已经拉平了 TA这个英雄在对线阶 这里给人一个穿刺 怎么又打了呀 这边过来准备反打 拉比克也来了 给个肉怀能量打到猪脸上 但是这个钢飞兽打不死啊 这个阶段 你不要 不要打他了 去打别人 精神 茶队不要老是想过来去打钢被啊你们 你们有着精神 他说你们抓火猫都比抓钢被好杀 我跟你说 你别看火猫他能飞魂能躲 你拉比克有绝弯 两手控 加上TA的爆发 你去杀火猫都比杀钢被靠谱 而且火猫被打残了以后 他得灌瓶子或者他得回家 你钢飞兽人家有先锋盾 就是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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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也行 也可以 一条道走到黑我跟你说 感谢SP大佬的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他说辛苦了 茶队加油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听说钢被不好杀 是不好杀呀 这都打了多少格了 三波三波啊 在这个地方逗留了这么长时间 终于把这钢被给弄死了一回 奥米兽这场比赛 在穿了先锋盾以后 并没有打算去增加自己的魔抗 他打算还是直接去做这个相位鞋 来按这里给上穿侧 拉比出老师滑能流 再接一个羊 两轮和接 这个地方密布萨克还没死 临死之间放了一个 这个冰楼漩涡 皮球拿到了对方的人头 这样开局星辰 已经是4比0的一个对显优势了 相比赛跟咱们对于阵容的预判差不多 就是线上的优势会比较明显 对线期的优势会比较明显 对线期打完了以后4比0 加3000的一个团队经纪 问题是会出在星辰中期的进攻节奏上 能不能够就是频繁的发起主动进攻 他们这个阵容非常怕陷入被动 一旦陷入被动的话 这场比赛几乎是没有什么翻盘点的 所以现优转一个成功的进攻节奏和压制 是这场比赛形成至关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不要对刷 一定不要对刷 感谢COURI RIER老板的幸运之药 2019老板的幸运之药和好多个灯牌 感谢黎曼崇拜定理老板的好多个灯牌 谢谢各位支持 摸摸哒 那说现在刚被前期不加鼻涕了吗 这个无所谓啊 这个其实加不加鼻涕是个人习惯问题 我反正是不加的 我玩刚被我就突出一个用屁股恶心人 在对面的面前用刚被的两个大屁股担子在那 在对面脸前都晃悠 我是不加的 但是这个玩意儿就看你前期对线有没有去机会追杀对方 如果你有机会追杀对方的话 刚被上带个毒球前期加一个鼻涕 追着对方跑 如果你有这个这个机会的话是很厉害的 是可以加的 这场比赛是因为他跟羽毛之猪对线 他加鼻涕完全没有收益 零收益的一个技能 甚至是副收益的一个技能 你把这个技能点给到后背上面 或者给到这个针子扫射上面 都比加鼻涕的收益高 看来这块用直桌上来 铁一刀蓝穿刺 打了猪脸 漂亮 这会儿进攻节奏起来了 小一生再铺一个网 接着往前追 对方五级雷毫无压力 皮球再拿一个人头 6比0 4000加的经济领先加6比0的人头数 这场比赛 Tim Spirit这个大哥位的钢背兽 反正他选出来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我不太理解这个大哥钢背兽的用意是什么 TA打这个大哥位的钢背兽 可以跳过暗灭直接做大引刀 这个我一点都不夸张 就是TA做直接掏大引刀出来 配合隐医一击 去秒这个钢背兽 那个钢背兽根本看不懂自己的掉血是怎么掉下来的就没了 真的就是一刀爆击直接 一刀不是爆击啊 就一个破引一击 你先开引刀 开引刀的一瞬间按隐匿 这个时候两个技能是会重结在一起的 就是破引一击的这个隐匿的破引一击和大引刀是同时生效的 然后这个时候你打到对方身上以后 是先生效破坏 然后生效减甲 然后再去产生两次伤害的判定 那个一刀这个钢背兽一下半血至少半血就没了 这个我之前专门做过一些视频 给大家出过一些视频 这个演示过 当时演示的目标好像不是钢背 当时打的是一个龙骑士 然后就卡键盘了 有关是说这场比赛阵容坦度不够 所以选钢背补前排 如果是坦度不够的话 按照Spirit的这个阵容的话 他们选钢背这个东西 钢背现在不是一个坦克 一号位钢背不是个坦克 如果你想补前排的话 你需要的是三号位或者五号位去补 你不能一号位去补 一号位现在没有前排进去 而且钢背兽打一号位都是走输出路线 就是A帐加上这个高等级的天赋 走的是输出路线 不是走肉盾路线 这场比赛你要想走肉盾路线的话 用龙骑士会是个更好的选择 龙骑士还可以和AA形成一个非常nice的combo 龙骑士和AA是有combo的 就是跳刀龙骑出来以后 他和AA可以两个人去抓人 不需要其他人参与 抓一个死一个 跳刀接AA大 然后一口火再加几个平A 大叔雪碧选AA是搭配谁 不知道不知道 因为他们这场比赛 来这边跳羊第一波一个大招 漂亮 你看现在有了卡师傅的这个先手以后 主动的进攻意愿和卡师傅的这个先手以后 就现在的星辰这个比赛打起来真的流畅多了 大叔TA引刀加隐匿蛛丝斗篷能多几下 这个不知道 这个需要测试才知道了 火猫这边的装备选择是要去裸灰药 用灰药来去破一下折光 然后增加一点团战的输出能力 这个裸灰药真的不是搞的吗 这场比赛裸灰药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还算合理 还算合理 因为火猫这场比赛进攻的时候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对手的 Lion和拉比克 有灰药在的话 他进场以后依靠自己的撞飞火人加上无影拳 加火盾加灰药 所以很快的去杀掉队友生的那种 这边偷盾偷的很成功 大尔的火猫这边偷到了若山盾 然后搁几个集体TP撤退 火猫藏在了地图的最左上角啊 感谢四品精 这个字不认识啊 呃 提点老板的六个666啊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这场比赛火猫出完灰药以后就是直接灰药BKB 这个是最好的出装方式 他灰药BKB以后可以确保自己的BKB带灰药 能够一定击杀掉对方的双酱友后排的双法师 击杀掉这双法师的同时 他还有可能能利用自己的无影拳 火盾和灰药来去消耗掉TA的一部分折光 然后回过头来再去打 会有一定的作用 看到这拨打猪脸 来给上穿刺 但是这个猪脸打不到的话 光打猪后背还是有点难杀的 雅托洛这场比赛的这个出装 我不认为他能顶得住 但是呢 这个不是现在顶不住 是过一会儿才顶不住 大叔雪碧这个阵容 会不会出现后期三大哥死不掉 雪碧这个阵容后期三大哥死不掉 不可能的 这个不可能的 因为这场比赛星辰的输出非常高 这个阵容 这场比赛比较需要的羊刀啊 运用蜘蛛要做羊刀的 运用蜘蛛如果不出羊 这个比赛会很难打 因为团战的时候就是现在已经是肉眼可见的 你这个后排是一定会被对方的火猫过来强杀 已经知道这个后排一定会被对方强杀的这个情况下 补的另一个控制就至关的重要 看一下TA有没有做大引刀的打算 TA现在是跳刀摸龙枪 然后准备做大推推 这是什么套路呢 这么打的话 这段时间比赛的节奏要掉回去了 这个要掉回去了 要被SPIRIT搬回去不少 这段时间不一定 因为现在火猫马上拿到灰药 然后刚被兽 刚刚拿到A杖 三号位的兽王的话 现在是大支配 在做抢席 现在这个你别看星辰领先了四枪经济 但如果现在这个阶段打起来正面的话 星辰是打不过的 你别看对面火猫的经济现在非常的差 然后玉母蜘蛛这边很有钱 但是玉母蜘蛛它转化的装备是一个联机 到后和上位做出来的分身服 那个战斗力的提升几乎是没有 然后TA现在是跳刀加上龙枪 输出也非常不严重 输出不够看的 对方这个时候的钢兵兽输出处非常非常的高 打钢兵要多大一刀 真的就不要火猫给人一个TC 这里钢兵兽再接着追 A的大招飞过来没用上 皮球这里被对方直接追死 正面你看不敢打 这个时候星辰你看不敢打 你别看他现在团队经济领先 人头数领先那么多 但是正面这波他不敢接 他知道自己打不过 星辰这波真的是脑子非常清楚的一波 丢一个下落二塔被对方追死一个拉比克 队友在那边追死对方的A 这算很赚的一波 团队的经济肯定是要被对方 难免被对方追上来一点点 但是这个可以接受 脑子真的很清楚 但是出装这个出装也要跟上 不能光脑子清楚呀 不能光在这个接不接团上面清楚啊 要要要搞清楚要出什么装备的啊 大引刀一定要做一定要做一定要做 哇 绝对不要寄希望于什么 我这边绕过去打猪脸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操作难度太大了 这边秒不掉吧第一时间应该 秒不掉这个火猫 火猫的这个灰 哎呦 我这绷过来的弹道 居然把火猫还是给秒了 可以可以可以 差一点这个火猫就死了 我跟你们说啊 这肉山盾的消 消的时间 我看一下 这肉山盾的消的时间 应该是在死之前 就一丁点时间了 看一下啊 这一秒 十秒 九秒 还剩九秒 这个火猫这个肉山盾就没了 剩下一个装备要做天堂 现在锅妹兽处在一个 这个阶段的锅妹兽就是无敌 这个阶段简称就是无敌 团队的经济差目前是3000块 对方的火猫虽然刚才那一波被打死了 但是因为肉山盾反正马上也要消了 对于火猫来说等于是没有损失 看看这玩意儿秒钢背 秒钢背打就打钢背 你看这没有大引刀 你这真的打得死吗 你这真的打不死啊 用之说好在是在侧面抓到了对方的 很聪明啊 小医生脑子还是清楚 小学生这个第二时间进场的能力 真的太出色了 我其实一直觉得小学生的这个打法 很适合打一 他的这种收割能力 就是过于出色的第二时间进场 切入能力太出色了 他这个风格如果一开始 他定位是一个一号位 然后一直在打一的话 我觉得可能比他打三要不差 不差的不一定是一定更好 但是绝对不差 卡师傅这个地方就别在这待着了吧 我觉得卡师傅要确定要在这看热闹吗 还行 好在苏美奥这边打得足够快 那卡师傅这边凑了半天热闹 被魔方揍了半天 也算不白挨揍 魔方那边把魔精给到的卡 顺不顺畅上 在羽牧之都的经济 兽王的经济 钢贝的经济 还有TA以及克林克兹 基本上五个大哥还是齐头并进 火猫的经济落后的比较多 酱油味领先了很多 卡师傅这场比赛有7800的个人经济 补刀方面 其实你看卡师傅只有38个补刀 真的 你看卡师傅他的补刀是非常少的 但是他的这场比赛的经济很好 是因为他节奏打得很舒服 钢贝兽现在手里边已经有了天堂 如果正面打起来 再加上火猫的灰药的话 这个闪避有点高 但这个闪避有点高 需要考虑一下怎么去解决闪避的问题 好TA里边开始做大引刀了 你看他这场比赛就是我刚才说的 跳过暗灭这一步 不做暗灭 直接出大引刀 只不过他在大引刀之前 先铺垫了一个大推推 跳刀没毛病 魔龙枪也没毛病 但是他把这个魔龙枪 优先升级成了一个大推推 然后开始做大引刀 有大引刀和没有大引刀 打对方的钢贝兽 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完全是两个概念 好这边杨柱 秒火猫 可以 秒了 nice 秒完了以后呢 克林克兹也被对方的钢费贴过来 直接带走 那这样的话 两边的一个 过于一个关键点被带走 如果火猫的话 对于team spirit来说 没了以后 有钢贝 我让他可以接团 但是没有了 克林克兹 星辰是打表的 星辰那边 只能选择回撤了 现在这个火猫的灰药啊 就是一定要考虑进去 就是第一时间团战 秒火猫是没有问题的 火猫的这个灰药 看似你感觉他不厉害 但是配合他的火盾 他的无影拳 他的飞魂进场 杀酱油的时候 这个玩意很厉害 这部spirit这一波 现在人多数3比10 落后了7个人头 但是他没有跑来打入山了 看看TA的大引刀 TA的大引刀 好像还有一会儿 他要改出 要改出 否则挂车 他说王后路 秒火猫 nice 火猫再一次被秒 火猫要不要买 火猫在正面 有没有流魂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 肉山已经打完了 对方在盾 他拿着砸过来以后 钢皮兽往前顶 没有大引刀 这个时候钢皮兽 只要是后背冲上你就可以了 卡师傅这波被秒 火猫被打死以后 这时候TA上来 但是兽王吃掉了奶酪 完了 苏妙这个地方没有BKB 感觉要出事 对所有的叔叔 打到对方A 身上A有一个绿杖 那么这样的话 打不了了正面 打不了了 火猫这波是完成了 一个 其实跟火猫没有什么关系 跟火猫没有多大关系 火猫就吃到了 比较关键的两个技能 一个兽王大 一个蓝大 但是这波光靠着一个钢皮兽 在前面带队 就已经把星辰念霉了 而且肉山又是 肉山顿又是到对方手里面 钢皮兽现在A帐 加天堂加千金盾 然后出了一个银月之经 那就是为什么说灰耀蠢啊 这个跟他出不出灰耀 没关系啊 你觉得他刚才这种情况 一上来被对方 Lion先手养 然后兽王接大 Lion接大 你觉得他出啥时候 没能回来啊 那你难道第一时间 为了回来 要裸一个永恒之盘吗 那可能是我在场上玩的 那可能是我 好吧 那那应该是我 拉比克 你后面的情况下 是真的打不死啊 那边A并没有魔晶 A并没有魔晶 A要是有个魔晶的话 会更难去理一下 A的 又改回大银刀了 这个遇狗篮里边又改回大银刀了 克林克兹确实不是很适合出大银刀 这个道具 克林克兹做了否决暗灭 然后再加上BKB 克林克兹这场比赛 少出了一个魔龙枪 魔龙枪对克林克兹挺重要的 这个秘密 真的挺重要的 火猫这边还带了一个火焰斗篷 火焰斗篷每秒45 灰药每秒60 火盾每秒是105 每秒现在这个火猫有200多 就开着火盾的情况下 它每秒有200多的秒声 相当于A杖的屠夫 它现在的AOE伤害 已经相当于A杖屠夫和三级的TS大招了 那说为啥双方人都说这么少啊 因为这个Spirit进攻的时候 它这个阵容火猫总是第一时间被星辰抓住机会 急火秒了 追人能力基本为零 没有火猫的情况下 追人能力为零 然后星辰进攻的时候呢 现在每次都只能秒掉对方一个火猫 然后就开始跑 所以双方这个团战每次都是打得很热闹 技能放了一大堆 但是只能打死一两个 大叔觉得以后会不会有智力抑制BKB 有这种可能性 有这种可能性 星辰的这个阵容 你能肉眼可见的 就是他们的点目标 秒杀能力很强 但是呢 只能秒一个 秒了 但是就一次 你知道吗 一轮就一次 第二次要等很久 看这块兽王大招 吼住 A的大招 砸过来 但是被躲开了 漂亮 杨卫兽 这个地方破坏 秒 那你早 你早有个大引刀 不就完事了吗 你早有个大引刀 这不就完事了吗 你这打到这个后半性了 才出一个 小野兽 这个位置 直接被对手追过来以后 击杀掉 火猫 你看火猫现在切这个 后白法师 其实切得非常快 他现在燃烧伤害 真的很高 很高 很高 早出个大引刀 不就完事了吗 你这打钢背兽 这种东西 有大引刀 钢背兽 就是一个废物 重要这个位置 贝勒猫火猫 哎呦 这个火猫的伤害 真的有点高啊 这个灰药太讨厌了 你看这哥俩 这个血掉的 好家伙 真的火猫的这个灰药 加上那个火盾 火盾的这个燃烧伤害 加上火盾的这个燃烧伤害 再加上一个火焰斗 这个伤害真的太高了 还出了个 哎呦 还出一个冰甲 这AOE伤害拉满了 我天呐 这场比赛不缺输出啊 这场比赛 运鹏之多的定位 应该是一个空啊 应该是一个空啊 这边上路高地拆完 我直接过来拆中路高地 屋里输入有点高 火猫一个TC捆一下 再给一个T 光法的这个回来很厉害 卡师傅要被烧死了 卡师傅被烧死了呀 火猫再给一个TC 来选择了马虎 火猫开几BKB以后 直接传统门开溜 甚至连BKB都没开 就直接激发到了一个Lion 那么这样中路的 纪念兵营也被对方强行拆掉 这个玉母蜘蛛叫做羊刀的 这样比赛 哎呦 小医生的这个输出 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阵容和这个出装 我觉得这应该是教练的问题 教练你在选阵容的时候 你要去跟自己的队友安排好 我觉得这场比赛你每一个人的定位是什么 你应该干什么事情 这个事情教练应该要跟队友说明白的 这边钢尾兽 给上一个宝诀 双王大招 猴住 看一下这个TA TA这个地方直接被给上了一个脚线 打出来输出 克林格斯跑掉了 但是莱恩再次被秒 TA也被对方留住 火猫可以直接随便往前切了 现在火猫无敌了 现在这接下来打就是火猫爽局 拉比克 一个威光披风 然后TP 直接成功的撤回去了 变火猫爽局了 他说是不是选择了钢尾 但是处理不了火猫这个点 他们关键是他们也没针对钢尾啊 卡到30多分钟了 才想起来出个大引刀针对钢尾 这也没针对啊 让对面的钢尾爽了那么长时间 真的是让钢尾爽了好长时间了 然后才想起来 我必须得出个大引刀来 你看大引刀穿了以后 那个钢尾爽上一波 大引刀出来都是秒的多快 这波否决给上了 但是TA不在啊 是钢尾爽在TA手里面 你钢尾一想 不对你没大引刀了 我走我爸你干什么 直接就回头反打了 克林格斯想能买活 TA还有三秒 你看刚才这波亚头露 这个钢尾爽的一个走位 第一时间被对方打残了 然后刚要往回走 突然间想起来不对 大引刀在TA手上 TA还没活呢 然后直接转头来 开始接着跟你打 一会儿刚被25 25级带撒旦就不怕被破坏 25级带一个撒旦 25级带撒旦就直接上去A人家了 就光靠A人吸血都打不起了 看一下钢尾爽 这张山上下一个张 不要坐那大引刀 啊大云垂 抱歉 大引刀说多了 这张比赛 钢尾爽带盾盾的话 火猫带刷新 火猫带刷新 就是碎片 带冰带这个 奶酪 这边封一个魂 再往前走吗 A的这个大转砸过来 砸到了宋没有 但是AA仍然没有魔晶 AA的魔晶要做的 这个东西对于AA自己来说 如果你想白嫖 这个魔方的话 二代魔方 就没 一般来说 一代魔方没给 就坚决自己买 如果二代魔方 仍然没给 然后你也没买的话 就一定要买 AA的魔晶收益 其实是非常高的一个东西 它的收益比 就是如果你只看字和 只去想象它这个效果的话 你是理解不了 它这个收益有多高的 克林克兹 还有一个就是星辰这样比赛 对于克林克兹 这个英雄的理解 也是有一些问题 克林克兹不是一个后期的大C 他就是一个前中期大C 他前中期利用 减甲这个属性 然后配合自己超高的一个物理输出 有很好的秒人能力 和正面输出能力 但是一旦你往后拖 你拖到一轮伤害 你发现秒不了人的时候 克林克兹就不好使了 而且是非常不好使 火猫 火猫现在 灰药加上力量跳 有力量跳 冰甲 灰药 20级天赋 选择加的是无影拳 伤害 25级直接加一个 无影拳能量点数 有点 有点个影了就 关键是 在有这个 玉母之珠 有光法的情况下 火猫是可以四连无影拳的 这是第一个无影拳打出去 然后开始转这个充能 回出来以后 第二个无影拳打出去 继续转充能 光法给加一口 直接转好一个无影拳 然后另外一个仍然 再转充能 这边一个TC BKB开起来 强杀 你看这个输出 你看这个火猫这个输出 看不懂了已经 直接把克林克兹 切掉了三分之二血 钢皮少往前走一下 把星辰的这个 塔房打转 塔房打转以后 钢皮少上来以后 接着拆 这边打上一个破坏 但是这个破坏完了以后 钢皮少表示我有盾 然后转王子里一个大招 吼住TA A的大招砸上来 直接秒掉GG 好了 那这样吧 恭喜Spirit 在双方B3的第一场比赛当中 是先下一筹 这场比赛 整体来说 就是星辰在优势局的 持续压制和进攻能力上面 的缺点 在这样比赛当中 显现的比较明显 不是没有机会 讲道理的时候 不是没有机会 好了 我是桑王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的话 别忘了收藏订阅的频道 咱们这场比赛 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 下场比赛见 摸摸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谢谢大家